仍然看到這個陳永兆 對,我們仍然看到壞車在那裡,撞了他 沒有這兩個 這些賽賽下越來越多的障礙 會令圈速減慢 21號看看山雞,仍然一路帶頭 很輕鬆,看來他開單 對,還有三個輕鬆一點 可以捧入杯椅 現在最快的圈速也是 他在第四個圈做出來 兩分 差很遠 距離一條大直路 一條大直路 差不多他轉途徑灣 他才在東方灣,剛剛見到一點 差一條大直路 所以在這麼短途的賽事裡面 除非前面的車是彎車 或者有什麼意外 如果不是,都很難追 其實作為車手來說,都不太過癮 只有八個圈的賽事 一二元生已經結束了 對,肯定他們覺得 刀效不刀肺 肯定他們覺得好像吃不飽 因為參加賽事 事前要準備了很多功夫 不是這麼簡單的 只是賽幾個圈 那就 很沒癮 對 這麼多年來都是 你說來到澳門 鬥 試車的時間也是不多 到正式鬥的時候 也是不多的 通常都不會是 鬥到足夠 好像這個賽場表 所寫出來的這麼多個圈 算好的 單純來說,減了兩個圈 完全沒有車威脅到陳錦昌 非常順利 21號車,豐田AE92 現在我也是關心 十五號和九號 因為我認為九號是不甘的 給他過頭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學Bonnie 或者 站椅子和不站椅子 只差一個位置 多大就多大 所以我看九號 剩下這三兩個圈 他也是想盡辦法 就是希望在哪裡能夠過他 喂,那隻杯真的鬥得很重要 如果不是什麼叫啾頸四 誰願做啾頸四呢 好輕鬆啊,陳錦昌啊 沿途領放啊 一路都沒有對手 看一個名次 陳錦昌就是領先 接著就是盧凱夫 而排第三位就是十五號 這位就是陳永兆 陳永兆在一個星期之前的珠海比賽 也得到一個第二 有個名次的 陳永兆都 那之後呢 就是第四位的九號車了 黎錦萍 這些車手來說呢 大部分都參加過珠海的比賽 很多都是 看一看名單 就是因為可能是 特地有這個機會了 作為澳門東舞陽大賽的熱身賽 同時都可以是 就是試試車的性能 或者是保持自己 究竟人車是否可以合一呢 又近呢 兩個星期 連續兩個星期 澳門和珠海都有比賽的舉行 其實都不錯 你說如果隔多一兩個星期 那就頭痛了 究竟這車 在這個鬥完之後呢 就會拿去哪裏呢 再運回香港 然後再運過來 就非常之煩 反而鬥完之後 馬上運過來澳門就快了 對呀 原來那個真的是九號車 我看到那個九號車 這麼猛 出現過了 我們看到陳永兆 這輛前面那輛車 唯一一輛不是闖車的Honda 不是闖車 意思是香港的 香港很出名的拖鞋 有土炮王之稱 哇 被人過了 這輛車有問題 看來呢 都退出比賽了 如果這樣 是啊 這輛土炮王又沒得發揮了 剛剛想介紹一下他的土炮 怎麼知道他又 要不停地打排上去 是啊 因為現在頭車 全部都是日本的舊廠車 那些廠車新的時候 百多萬 現在舊的時候 在日本買過來 都四五十萬一架 連密士兵零件 由於日本來講 他們不賽這個款 其他款更快的時候 這一種款的賽車 就變成沒用 所以 有時三四十萬 他們都會製造 就很抵抗 例如21號這個山雞 這輛 Toyota 又是曾經威風那時候 那現在日本 其實已經轉了新款 Toyota 和 Honda 那只不過香港 的賽會規例 就不可以用太新款的車 那所以大家都要 逼著用這一款 A92 Toyota 或者 這個 EF9 的 Honda 反而新一些 那些 EZ6 那些最新的款 就不可以用了 那大家始終來說 都是他們 在賽道上面的技術 很重要 因為賽車 你自己開車外 在比賽的時候 你都要因應對手 而作出什麼行動 你有什麼決定 對 沒錯 例如現在大家 這麼貼的時候 你一有一點錯誤 就立刻會被人過 沒有本賽車 就是 沒有本賽車 賽道來講 就是非常刺激 因為既有直路 也有很多彎道 真的考車手的 那個 耐力 和技術 車道很重要 當然 對 看到山雞 差不多 穩粗勝券 現在後母追兵 已經離去很遠 整個二十幾秒 完全不用擔心 直路後面完全沒有人 現在只是過後面 那些慢車 慢過一個圈的車 好像前面那兩輛 要小心一點 不要扣一碟 就行了 現在他已經帶來了 第二十位的車手 開始是一個圈 第二十六位的車手 直接帶了五個圈 對 最後一個圈 最後一個圈 走完這條 衝完這條線 還有一個圈 剛才看到另一盞綠燈 就是那個彎 現在看到另一盞綠燈 就是這個彎之後 沒有事情發生 可以扔進入 因為澳門是街的跑道 全部被防撞難封住 所以如果車手不知道 後面的彎有沒有撞車 或者只是靠蝕騎的話 有時候就比較冒險一點點 轉進去 現在澳門最近 安裝了燈 就安全很多 轉個彎之前 的信心大很多 跟到貼了 現在利用氣流 一架吸一架 因為前面的車 幫忙推開了風力 後面的車 跟到貼的時候 就可以封鎖低了 跟到夠貼了 才抽出去 然後過人 像現在這樣 陳金昌 現在越放越碰 因為他距離 第二車手 已經是二十幾秒 看來無敬無險 是探了這半圈 一回來 就登上冠軍台 對了 我們再看看 這裡 陳永兆 對不起 是賴錦鳴 陳永兆 剛剛已經放下了 賴錦鳴 帶著後面的兩架 看看如何 先看看 現在看到 一連後面 二三四幾架車 就一直排隊進 這幾架車 爭第一 大家知道了 沒有機會了 但是呢 在這個二三四位之爭 就依然是很緊要 對了 賴錦鳴後面 就是李應東 然後後面白色的 是鄧德榮 鄧德榮那一架 絕對是土炮 沒有了 而且不是土炮王 那我的路線 簡直只有中間 那裡 連前面那輛都沒有 因為這些16cc的車 規定可以 不需要前面 所謂A-Pillar 那個位置 有鋼通落 所以只是 主要一個 路線就可以了 實際上 車子會比較炮王 很危險一點 華錦鳴還是壓著 在前一點 位置 在後面兩架車 吃著它 對了 三角跟得很貼 鄧德榮 這麼殘忍的車 駕成這樣算好 哎呀 炸壞了 話口未完 馬上脫頭 可惜可惜 雖然他可以收彎出來比賽 但我想他的成績 起爆不了前面了 對了 又掉了幾個位 沖線 好 麒仔一臂 黑白頸 即是說 鄭金鳴在這裏 又成為冠軍了 過去兩個星期 我們就 經常提起這個車手 是的 沒錯 羅凱虎跟著是第二 我們只要看看後面那幾架 好 金鳴應該是 現在 球車是陳錦昌 回來 揚揚手 對了 這個已經是勝利之圈了 冠軍又再拿多一個了 對了 29號 羅凱虎第二 已經脫下頭盔了 因為這些賽事 基本上 雖然說 短大都挺辛苦 一有機會立刻脫下頭盔 看回 這裡三四五位之爭 哇 五號車 差點撞 都已經撞了 撞了輪胎 已經太快進了 然後 20號那個 肥傑 又撞過去 跟著人家 引輪胎快進 他又跟著輪胎快進 可惜了 看來 第一名是陳錦昌 第二名 羅 好 看看 大會直接公佈 第一名是陳錦昌 第二名 羅凱虎 第三名是賴錦明 獲得這三架 三架 都是來自香港的車手所開的 其實這場賽事全部都是香港車手的 有些很有經驗已經贏過 好像現在帶頭 贏了這個山雞 已經贏了很多場 包括上個禮拜的珠海賽事 也被他捧了冠軍 雙鳥冠軍 這兩個禮拜 應該是他人生之中最開心的兩個禮拜 做車手就是最高 都挺順利 謝謝 謝謝